地方东南新闻一开始 我们再来关心细止 前东路225项被地主们划线圈地的后续发展 在去年底前东路225项 有许多地主开始在路面上 划出了自己的土地范围以来 许多项内的住户都很担心 自家连外道路会被地主给封路 或者是盖房子而无路可行 在8号这一天 市议员廖正良他就会同了公所 还有地震所等人员来到了前东路225项这里 进行了再见界还有现场会刊 去年底以来 戏指前东路225项的路面上 到处可以看到被人用油漆写上的 私人土地和划线圈地的情形 让巷子里头的居民很害怕会被封路 还是突然哪天巷道上 就被地主大兴土木盖房子挡路 虽然说先前市议员廖正良进行过会刊 并且表示绝不会让居民无路通行 但是住在225项里头 已经三四十年的社区住户 海市忧心不已 江苏你打路时 好像把我们打到 是这样的路路而已 这我都给你私人打的 我都给你私人打的 是是 我给你私人打的 本来来到就是这样 现在才和我们方公这地儿都原来 是 13年来打这一句 到现在来就没发生结婚 现在才会发生结婚 是是是 你本来去家不是先去桜楼桌 再来再去家 是是 你政府可以兵家 你现在要发生结婚 就是这问题 你一定是接婚 雖然是說私人土地他們還是在走 也是說會開放讓我們走 可是他們現在這樣的一個 大壓這樣的反彈 真的在我們二二五項裡面 已經爆發不可收拾了 前通路225項 這一塊計畫道路在哪個地方 他們都這邊的住都不清楚 那今天我們邀請了地震事務所 到現場來指借 到底我們的計畫道路是在哪個地方 讓他們清楚說我們的土地在哪個地方 計畫道路在哪個地方 我想這樣子讓這邊釐清之後 才不會像現在有很多的 像這邊的住戶化了這樣子 還有訂了很多的市場的土地 造成大家的交通的不方便 8號這天上午 市議員廖正良召集了地震事 和公所公務客等人員 來到了前通路225項 現場進行會看見解 議員也向居民保證既定道路用地 絕不可能會發生被地主私自封路 或者大新土木造成 向內居民無法進出的狀況 而這一天的再見界就是為了要加速 釐清既定道路和當時建築物的 建壁率土地持份等等相關問題 尤其在消防車在通行的時候 假設有發生緊急的時候 消防車從這邊經過的時候 才確保他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我想今天最主要是來這樣子 可是我想這個都是二三十年的老住戶了 我們希望大家提出這個非常 善意的這種精神 為了我們社區整個社區的公共安全來著想 當然我們是以這個公家單位 該我們的計畫都在哪個地方 讓大家清楚 讓他們清楚 到底我們路在哪個地方 你們的空氣比在哪個地方 讓他們清楚這樣子 除了巷道兩側約三四十年的 舊社區建築之外 崎東路二二五巷底 還有一棟十層樓的住宅大樓 里民活動中心和圖書館等公共建築 也都在巷子底 因此巷道若遭地主以私有地為由 大新土木或自行封路圈地 不但會造成交通中斷 還會因大型消防車無法進入巷內 而違反消防法規 因此若所謂地主圈地行為 進階成為新建私人建築 即使建界確定是私有地 也很可能會依消防法規 被視為違建而遭強制拆除 記者李一帆細止採訪報導